请收看 维新法语 如是我闻 混元禅师曾经开示 当我们烦恼时 可以去视野宽阔的地方 像是山上或是海边 独自安静地坐着 慢慢地你的心就会打开 不会被烦恼所束缚 混元禅师也开示 其实我们的心非常地宽广 就像太极一样 可以包容万物 并不需要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 去斤斤计较 拼生死 到处说人是非 但如果你只是固定看一个点 只是用头脑去想 就会制造很多无谓的烦恼 我们人在世间 若是可以每样事情都善解 都从好的去想 我们就会像太阳一样 时时带给人家欢喜 时时带给人家光明 善解的人生最好过 如果每一件事情都从坏的去想 就是恶解 所以太阳太阴 一个善解一个恶解 有时候很不高兴时 该怎么办呢 心中要想 我要善解 我要从好的去想 人家在气我 是要让我精进 是我的耐心 看我是不是有那个智慧 去应付这个困境 这样想就是善解 所以我们在世间生活 还是要活在善解里面 最幸福也最心安 我们在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